Crystal 為何認識的呢? 三年之前,可能她是因為行山而認識對方 我對她第一眼的感覺是很隨和、很平易近人 覺得她很孝順父母 其實她很懂得為人去想 也很顧人感受 她個人很細心 她個人都很愛家及家 無論發生甚麼事,她都會很緊張 有時會比我更緊張 但最重要的是 最喜歡大家一起相處都很舒服 都很開心 她是一些比較感性的人 而我比較理性 我和她之間就一粒一突 好像互補 就可以平衡 這三年大家都經歷了很多事 都發生很多事 都很感謝她包容我的大頭蝦 和其他的性格 希望我們將來都可以開心 一起走下去 我和她相處的時候 感覺真的很自在 感覺很舒服 這個最重要的是 和她兩個人去紐西蘭 駕露營車到自駕遊 然後途中被人打爆了車窗 偷了我們的東西 幸好我們兩個人都平安無事 這個真的挺難忘的 這三年以來 我們都一起經歷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跌的事 都很感謝她一直都在我身邊 也都很包容我的 不夠浪漫 也都不夠花心思 我希望和她將來 的關係 可以是細水長流的 簡簡單單 兩個人相依道路 繼續手牽手 和她健健康康 開開心心就夠了 我希望妳可以 祂 我希望你 可以 想不clockwise 衛生 今